第30届广州博览会8月26日到28日在广州举办 而由广州市台办主办的2022广州台湾商品博览会 湾区智能制造、五金基电设备及工业物联网博览会专业展会是其中的亮点 这是广州市涉台领域最大规模的经贸展会 陈志勇在十多年前被公司从台湾彰化派到了广州 公司1991年就在广州设厂 经过30年的发展产品不断多元化 瞄准的就是大陆消费者不断发展的生活消费需求 像我们这双品牌我们为什么会去选择运动这一块 也是考虑到它毕竟现在大陆市场这边 大家的生活水平也提高消费能力也提高 对健康的重视对运动的重视 所以说我们知道说这个是可以带动我们能够在品牌投入的头几年之内 比较有办法去增长 毕竟有些市场它的增长速度慢投入大 陈志勇介绍 长期以来公司的业务以外贸为主 外贸占比达到七成 但随着全球疫情的发生 随着而来产生变化的不仅是国际市场的变动 还有公司经营策略的调整 说实在的是影响挺大的 因为这三年来疫情这个是全球性的问题嘛 所以说这个国外它在这个疫情影响之下 其实消费力很明显的下滑 所以这个我们也考虑到说长久发展之际 以及不能只单单靠外贸的这个经营 所以说我们在三年前我们自己也开始投入更多的这个资源 在大陆市场 而曾毓精和大陆的渊源则更悠久 父亲早年在广州开辟的事业 现在轮到他来传承 据介绍 本次展会共有超过 170家台资企业参加 对于这样的聚会 曾玉京认为 从中获益的并不仅仅只有企业 即便是初来乍到的台湾青年 也能在这里寻找捷径 确实有抱团取暖的效果 就是说台湾人在这边有设这个厂 那有一些人特别年轻人刚来 不管他过来是找工作的 或是过来创业的 一开始很需要我们这些 台办台协的协助 那来看展 他看展他觉得这个 觉得看我们公司的摊位 觉得这个产品跟他很有兴趣 他可以来这边询问 甚至找工作都是有机会的 因为他本身是台湾人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 他想要加入这个行业 了解这个行业 甚至说明年想要来摆摊外可以 因为我们台博会也是年年有办的 那基本上都是不需要费用 都是我们就来参加来推广 然后费用由这边政府来承担 曾玉京并不只是一位商人 作为广州市台协 潘于分会青年委员会主委的他身兼述职 对身边的年轻一代的成长 也给予了更多的支持和关注 我之前认识一个他是想做媒体类的 自媒体类的 那我们有很多孵化器也是做这一类的 那就会介绍他进入什么产业园或什么 都会少走弯路很多 这是属于他自己要创业的 那还有一种是他想要找工作的 那一开始找工作可能就问他说 你要找大陆企业还是找台湾企业 那不管他找哪个企业台办 都是很容易找到企业问他说 有这样的人才 可以接触让他们可以面试的机会 找工作也是可以的 来自台湾阳明交通大学的张婉婷 近两个月的经历就是最好的证明 这位大二的学生选择在暑期 自费完成防疫隔离来到广州 加入了广州台湾青年之家进行实习 从而去到许多大陆城市参与活动 现在性格活泼的他已经迫不及待 要开启下一段梦想真诚了 然后我这次到了北京之后 我觉得我还没有就是跟广州相处够 就还没有爱够广州 我就已经在爱上一个更大的城市 我看到北京然后就让我觉得 我会更想要来到大陆这边读书 所以我未来希望的考虑就是 大三读完之后的大四 可以来大陆的大学交换一年 然后可能说不定就会对研究所 有更多的规划发展 但主要是我这次来认识了 在大陆打拼的台湾人台青 那我更想要进入的认识 是在内地的年轻人 内地的生活发展的人 北京大学如果你在看的话 这好奇怪 就是呢 我是希望可以到北京大学的 社会学系交换 对 因为我是读人文社会学系 我觉得这个在台湾读的东西 跟在大陆可能会有很多不一样 我希望可以有更多思想的碰撞 然后还有一些创新的部分 就是这样 清华也可以